国语上周在丹麦欧登赛创造美妙童话 夺得四冠一样 本周赛场从丹麦转移至法国 同样是超级750级别的法国公开赛 昨日开战 国语首日九胜六负 往年的法国公开赛都在巴黎举办 因巴黎奥运会的影响 今年的比赛地改在了法国西北城市雷恩 相应的 明年的法国公开赛会 从十月提前至三月 就在明年的德国公开赛后一周 全英公开赛前一周举行 级别同样是超级750赛 举办地就是巴黎奥运会羽毛球比赛馆 因此 在半年时间内会有两站法国公开赛 两站都是奥运积分赛 本站法国公开赛继续有不少名将退赛 包括南丹王子维 吉姆克 长山甘太 普兰诺依 女丹安喜盈 山口倩 南双崔帅归金元号 女双白和纳李绍兮 金昭印孔西戎 陈康勒蒂娜 混双克里斯蒂安森博尔等 在南丹多人退赛的情况下 国宇南丹 雷兰西成功替补制正赛 生涯首次亮相超级750赛 昨天首个比赛日 国宇9胜6负 五位南丹2胜3负 李诗锋在内战中2比0战胜赵俊鹏 时宇齐以2比0取胜爱尔兰的软日 陆光组以18比21 19比21 不敌中国香港的李卓耀 雷兰西在七五零赛的个人首秀中 以21比18 15比21 11比21遭中国台北的林俊逸逆转 女丹和冰娇 韩月 张艺曼三人携手晋级 他们分别以2比0战胜丹麦的莱恩 新加坡的杨嘉敏 马来西亚的吴金威 南双刘宇晨 欧选意 以2比0倾取德国的马克马文 何继庭任响与一以2比0击败中国台北的李哲辉 杨伯轩 刘毅 陈百扬0比2不敌英格兰的文迪莱恩 女双刘胜书谭宁和李怡静罗徐敏 分别以2比0击败丹麦和印度组合 而正与张书贤以20比22 15比21 不敌泰国的拉温达琼卡潘 混双昨天只有诚兴陈芳会出场 他们以0比2不敌韩国组合金元号郑纳恩 今天继续进行首轮比赛 上周日参加丹麦战决赛的国语重将都会在今天亮相 其中 男单冠军翁洪洋将时隔三天再次对垒上周决赛对手李子佳 女单冠军陈宇飞会对阵越南选手阮翠玲 女双冠军陈清晨贾义凡首轮的对手来自拉脱维亚 混双冠军冯燕哲黄东平会对垒中国香港的邓俊文谢盈雪 此外 女单王芷仪将对阵日本的穿上沙惠奈 高访节要连续第二周碰上西班牙的马林 南双两尾坑王场将对阵印尼的里扬托亚各部 谭墙周浩东将对阵泰国组合苏百克及迪努鹏 混双正思维黄雅琼将对阵英格兰组合马库斯史密斯 蒋镇帮魏亚欣对阵日本的绿川大会摘腾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